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封只有十个字的辞职信 让河南省实验中学女教师顾少强走红网络 这段话告诉我们有一位女教师 她的名字是顾少强 她在河南省实验中学工作 她写了一封辞职信 辞职信是什么样的信呢 辞职就是请求放弃现在的工作 辞职信是一封写给学校领导的信 顾少强告诉她的领导 她准备放弃现在的工作 这封信只有十个字 非常短 可是短短的十个字 却让顾少强走红网络 走红的红 意思是成功 被大家注意 那么走红呢 意思就是受欢迎 因为这封信 顾少强成了一个有名的人 他受到了很多人的注意 我们看看这封信写了什么 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接着看第二段 写这封辞职信的时候 顾少强其实并没有太多顾虑 更没想到会引发关注 当时想到这句话 提笔就写了 我平时就是这个样子 有什么说什么 早知道有这么大影响 我就把字写得好看点了 顾少强开着玩笑说 我们看到 顾少强写辞职信的时候 并没有太多顾虑 顾虑就是担心 担心因为做了这件事 会有不好的后果 顾少强 顾少强并不担心 会有什么不好的后果 更没有想到会引发关注 引发意思是引起 产生某种结果 顾少强写信的时候 他并不知道 他并不知道 这封信会引起那么多人的注意 他说 当时想到这句话 提笔就写了 提笔就是拿起笔 他没有想太多 拿起笔就写了上边的十个字 他还说 我平时就是这个样子 有什么说什么 意思是 有什么想法 我都会说出来 早知道有这么大影响 我就把字写得好看点了 如果我知道 这十个字会引起那么多人的注意 我应该把字写得好看一点 当然 这是顾少强开玩笑说的话 顾少强认为 辞职只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想去看看世界 也是内心的真实想法 无论如何 他都会初心不改 我就是一个特别普通的人 只是希望 只是希望按照最初的想法走下去 不因为这件事改变最初的想法 对顾少强来说 写辞职信不是一件特别复杂的事情 他的想法非常简单 就是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无论如何 意思是 不管怎么样 不管以后会发生什么 结果都是一样的 那就是他都会初心不改 初是最早的 原来的 开始的 心呢 就是愿望 目标 想法 初心意思是 原来的想法 最早的目标 初心不改 意思是 不管发生了什么 最开始的愿望 都是不会改变的 最早的目标 最开始的想法 都是不会改变的 他说 我就是一个特别普通的人 只是希望按照最初的想法 走下去 不因为这件事改变最初的想法 这句话就解释了 初心不改 谈到辞职原因 顾少强澄清了一些猜测 担任心理教师的这些年 他得到了很多锻炼与成长 离开只是因为 想选择另一种生活方式 我挺喜欢教师这个职业 觉得当老师挺过瘾的 以后还当老师也有可能 不讨厌教师这份职业 辞职并非要摆脱体质束缚 成清的意思是 使事情问题清楚明白 也就是解释清楚的意思 顾少强解释清楚了一些猜测 猜测就是猜想 当我们不知道事情的真实情况是什么样子的时候 我们会去猜是不是这样的 是不是那样的 这些就是猜测 关于顾少强为什么会辞职 很多人不清楚 他们也有了一些猜测 顾少强向大家澄清了一些猜测 他向大家解释清楚了 他辞职的真正原因 担任心理教师的这些年 这句话告诉我们 他辞职以前做的是心理教师 他得到了很多锻炼与成长 在做心理教师的时候 他的能力得到了锻炼 能力提高了 离开只是因为想选择另一种生活方式 他还说 我挺喜欢教师这个职业 觉得当老师挺过瘾的 过瘾就是爱好得到满足 这样一种感觉 在当老师的时候 顾少强觉得他很满足 以后还当老师也有可能 虽然他现在已经辞职了 可是以后说不定他还会再去当老师 他说不讨厌教师这份职业 辞职并非要摆脱体质束缚 摆脱意思是用各种方法离开不好的环境 这种情况 摆脱什么束缚 束缚就是有一些限制 使你感到不自由 体制呢 是国家机关 企业 事业单位等的组织和运作的制度 如果你在国家机关或者企业或者一些事业单位工作 会有一些纪律制度使你感到不太自由 这就是体制束缚 不过 顾少强说 他辞职的原因并不是要摆脱体质束缚 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 在他看来 生活本来简单 我现在做的都是我想干的事 我现在想晒太阳就去晒太阳 想喝咖啡就去喝一杯 我觉得挺好的 这段话告诉我们他辞职的真正的原因 是因为他想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 现在他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 他觉得非常自由 下面我们看看 二十三题 顾少强走红网络的原因是 这篇文章中说了 一封只有十个字的辞职信 让河南省实验中学女教师顾少强走红网络 从这句话我们知道 他的走红是因为写了一封特别的辞职信 D是正确答案 再来看看第二十四题 对于教师这种职业 顾少强的看法是 在这篇文章中 顾少强说 我挺喜欢教师这个职业 觉得当老师挺过瘾的 以后还当老师也有可能 这句话告诉我们 他觉得教师这种职业很有意思 第二十五题 顾少强辞职的原因是 顾少强自己说过 不讨厌教师这份职业 辞职并非要摆脱体质束缚 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 B他觉得被体质束缚了 是错的 他还说 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 这句话告诉我们 他也想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 他喜欢自由 所以 C 他享有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 是正确的答案 好了 第一篇短文 我们已经看完了 下面我们看看第二篇 我爱好捡捡贴贴 自认为这是我养生保健的绝招 因此常年乐此不疲 我这绝招简单的说 就是将平时在报刊上看到的保健科普小常识 剪下来 分门别类的整理到专门的剪贴本上 然后再装定起来 作者的爱好是剪剪贴贴 剪就是把一个东西 比如说一张纸剪成不同的部分 贴呢 就是用浇水这样的东西 把一个东西固定到另一个东西上面 他喜欢剪剪贴贴 他认为这是养生保健的绝招 养生就是保养身体 保健就是保持健康 作者养生保健有绝招 绝招就是独特的方法 一般也指非常好的方法 作者养生保健有独特的方法 就是剪剪贴贴 也就是这样一些活动 他非常喜欢这个活动 常年乐此不疲 常年就是很多年长期的意思 他坚持了很多年 乐此不疲 乐意思是喜欢 乐此呢 就是喜欢这件事 疲意思是累 不疲就是不感觉累 乐此不疲的意思是 因为特别喜欢做一件事 所以不会感到累 他太喜欢剪剪贴贴了 坚持了很多年 从来也不觉得累 他说 我这绝招 简单的说 就是将平时在报刊上看到的 宝剑科普小常识 剪下来 好 保健我们已经知道了 是保持健康 科普呢 科就是科学 普就是普及 让更多的人知道 科普的意思是科学普及 帮助更多的人了解科学 保健科普的小常识 常识就是一般的知识 不是特别专业的那一种 他平时常常将保健科普小常识 从报刊上剪下来 从报刊上剪下来以后呢 分门别类的整理到专门的剪贴本上 分门别类 意思是根据特点进行分类 把每一类剪下来的科普小常识 分别贴到剪贴本上 然后再装定起来 装定就是 把一页一页的纸 定成一整本 我们看到 作者平时喜欢做的事情就是 把报纸上的保健科普小常识 剪下来 整理 贴到剪贴本上 最后装定成一整本 如此剪剪贴贴 我已坚持了六七年时间 装定成册的已有一百五十多本 我这些装定成册的剪贴资料 即实用性 趣味性于一体 我自认为 很有保存价值 为了能存放长久一些 我用硬纸 做了封面 并写上 养生保健的书名 于是 一本本 无书号 无封面设计 无价格的 三五保健书 就这样 在我手中诞生了 我这些书 随时供家人和好友翻阅 他们都说 他是最好的家庭医生 我们看 作者经历了六七年的时间 已经剪贴装印了一百五十多本 这些装定成册的剪贴本 在作者看来 即实用性 趣味性于一体 即ABC于一体 意思是 既有A 也有B 还有C 那么 对作者来说 这些装定成册的剪贴资料 既有实用性 也有趣味性 作者还认为 这些剪贴资料 很有保存价值 他给这些资料 做了封面 写上了书名 不过 这些书都是 无书号 无封面设计 无价格的 三五宝件书 书号 就是 每一本书上边的 ISBM 这个号码 有这个号码 代表 这本书是 合法出版的 封面呢 封面是书 最外边的 上边的 那一页 作者的这些书 没有书号 没有封面 也没有价格 所以 作者说 他们是 三五宝件书 这些书 在作者的手中 诞生了 诞生的意思是 重要的人出生 或者 重要的东西产生 这些书诞生了以后 随时 公家人和好友翻阅 公 谁使用 公的意思是 提供 提供给谁使用 这些书 这些书 公家人和好友翻阅 翻阅的意思是 比较快的看 一般是看书 或者报纸 作者 作者做了这些资料 也就是 三五宝件书 可以随时提供 给家人和好友 浏览 阅读 作者的好友和家人 都说 这些资料 是最好的 家庭医生 退休后 我长期订阅 医学科普类报纸 还有老年文摘 中国简报 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报纸 其中 我特别喜欢 健康时报 虽然各类报纸 每月的订报费用 占我养老金的不少一部分 但读报 简报 是我生活必不可少的内容 我年年订报 天天读报 偶尔还写点小文章 功夫不负有心人 几年来 我有了不小的收获 总共发表稿件 四十余篇 作者退休后 长期订阅 医学科普类报纸 订阅的 订 是 预定 预先付钱购买 先付钱 然后可以定期阅读 就是订阅 我们一般可以订阅 报纸 杂志 书 等等 作者订阅了这些科普类报纸 花了不少钱 订报费用 占他养老金的不少一部分 养老金就是退休后定期收到的生活费 作者花生活费去订报 他读报 简报 年年订报 天天读报 偶尔还写点小文章 功夫不负有心人 功夫的意思是 本领 能力 富 是 背叛 放弃 有心人 就是 有决心的人 意思是 如果 有决心 非常努力 那么 你花的时间 和努力 一定会让你的本领 或者能力 得到提高 你会取得 很好的成绩 所有的决心 努力 都不会白费 那么 作者取得了 怎样的成绩呢 我们看 几年来 他有了不小的收获 总共发表稿件 四十余篇 简贴读报 使我获得了 无尽的精神享受 在这过程中 我看到 有关学打太极拳的内容 于是 对太极拳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并连续参加了 两期培训班 现在 打太极拳 成了我每天早晨 必修的课程 原先 我是个老病号 打了几年太极拳 我所患的 胃病 常言 均不治而愈 简贴读报 让作者 获得了 精神享受 而且是 无尽的精神享受 无尽的意思是 很多的 不会结束的 在 简贴读报的过程中 作者 还学习了 太极拳 现在 打太极拳 成了他每天早晨 必修的课程 必修 就是 必须学习 原先 也就是 以前 我是个老病号 病号 就是 病人 打了几年太极拳以后 作者 所患的 胃病 常言 均不治而愈 均 就是 全部 都 所有的这些疾病 都 不治而愈 愈 就是 病好了 没有经过 治疗 病 自己就好了 就是 不治而愈 下面 我们看看 选择题 第二十六题 作者最大的爱好是 是 简报 选B 第二十七题 关于作者 下列 哪项正确 短文中说到 退休后 我长期订阅 医学科普类报纸 所以 我们知道 他已经退休了 选C 第二十八题 最适合做上文标题的是 这篇文章主要讲的是 作者退休以后 读报 简报的生活 所以 我们选C 我的简报生活 下面 我们一起完成 书写练习 书写第一部分 第二十九 到三十一题 完成句子 二十九 我 我 干活 随时 可以 开始 看到这几个短语以后 首先 我们找到主语 我 动词 干活 我干活 开始 开始 可以放在 干活 的前边 我 开始 干活 那么 随时 和可以 放在什么地方呢 他们 都可以在 开始 的 前边 其实 在这个句子里边 可以 在 前边 或者 随时 在前边 都没有问题 我们可以说 我 可以 随时 开始 干活 那么 我 随时 可以 开始 干活 也是 对的 大家 写两个 中间的 一个 就行了 第三十题 就是 我 对 新工作的 要求 待遇稳定 好 看到这几个短语以后 首先 我们会找到 对 要求 我们常常说 对 什么事情 什么东西 的要求 对 新工作的 要求 这两部分 应该在一起 谁 对 新工作的 要求呢 我 对 新工作的 要求 好 那 我 对 新工作的 要求 是什么呢 我们找到了 是 待遇 稳定 所以 这个句子 可以是 我 对 新工作的 要求 就是 待遇 稳定 第三十一题 让 是一种平静 是一种平静 他感受到 一种平静 现在 还有 让 什么 让他 感受到 一种平静 是 雨后的彩虹 让他 感受到 一种平静 同学们 都做对了吗 第一单元 了解生活 我们就全部学习完了 同学们 下次见